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講的態度差的藝人 在網上有一篇文章用了暗號 短腳械抗麗 譚家慈 周佳岳 老千華 什麼007 究竟誰是007 我真的不知道 講講那些小朋友用暗號 說他們態度差 扮明星 我也見過一些藝人 有人稱讚 現在也算是TVB藝人 袁文傑 袁文傑我跟他做過事 以前在亞視 做一個關於賽馬的宣傳片 他的人怎樣? 稍後跟你說一下 我很少說他 請大家按讚支持我們的廣播 有說過他的愛情 沒有說過他的為人 我真是唯一一次記得 袁文傑 不知道他會不會聽 幕前幕後形象都很重要 做人不僅僅演技 你看到很多人分享 在藝人私底下的一面 點名大讚 袁文傑的人很nice 袁文傑轉發留言 知者 這篇怎麼寫呢? 其實大台藝人 很多都很nice 他們都是打份工 沒什麼特別辦事 有誰nice呢? 陳豪 馬國明 馬國明超nice 阿蛇nice 你那天真是... 可能你是街外人 阿蛇很nice嗎? 阿蛇氣女氣愛 他說 何依庭 他說 我覺得你現實也是這樣的人 阿蛇現在做面子爆 做大家姐 我說的 我覺得你現實也是這樣的人 哈哈哈哈 他說他是大明星 那人酷一點 我不知道他外面出到街 可能很nice 在電視上有人認 認爆 陳豪 陳豪 我想在街上 其實一些藝人在街上 對著路人 和在電視上 對著一些... 你是演員 他是演員 人家當然是大明星 你對著那些所謂的 林燕 特約 其他藝人 可能有些不同 我告訴你 那些藝人是很... 一時時的 他有時候很奇怪 有時候也很好 是的 阿蛇的人 我覺得奇怪 那時候我拍過一套 叫什麼西山飄語 西關情 有張志琳 跟阿蛇做女主角 應該就是 應該是張志琳 但是阿蛇是女主角 我記得我跟那個酒樓 我是很衰革的客人 然後是... 他的戲就是什麼都好 嗯...很nice 然後他說 很搞笑 他用真人 發洩我戲裡的角色 我很衰的態度 然後他自己說 自己說 他說 這麼滿意 別吃了 我說 蛤? 那我對白沒有 他剪了機器時說 沒事沒事 他說我自己發洩一下 哈哈哈哈 我覺得阿蛇這個人很有趣 對了 那陳豪就... 你說他nice 你看到很多照片 你看到他的樣子都很nice 在公司見到 因為我那時候見到陳豪有肚腩 他比較酷 對 也是差不多 也不會特別不好 歐瑟偉 歐瑟偉 一向都很nice OK的 陳偉反而沒見過 馬國明就... 這個沒得撐了 這個... 在電視城以外 和電視城以內 都是... 就是... lice到overacting 簡直是離譜 簡直是... 就是... 過了龍 他們又數一班人 他說... 說粗口 嘟嘟的那些 免得說 什麼007 你們猜不猜到 誰是007 啊 Jim Spong 有人叫Jim Spong 007 真的什麼 我不知道 聽都沒聽過 短腳蝦 短腳蝦 抗禮 長腳蝦 短腳蝦 抗禮 即是夫婦 老公 離婚 究竟是不是說那個人 另外一個叫譚家慈 譚家慈 其實鞋音都聽到 猜到是什麼人 很差的嗎 這個 我喜歡聽他唱歌 另外 老千華 老千華 嗯... 沒有交涉過 不清楚 但是 在網上的人 不斷 講這個 講那個 另外 周佳岳 周佳岳 現在 尚偉笑聲 我經常覺得他的嘴 好像 鸚鸚嘴笑 他的樣子 還是有點灰鞋 但是他的喜劇節 還沒得到 真人 就不知道 在網上 那些小朋友說 這些人 你不提也罷 但是 特別點名大讚 洪永成 和袁文傑 洪永成 和袁文傑 我兩個都有 合作過 洪永成 和明仔 拍的 迪士尼廣告 洪永成 很友善 我們那天 很不滿 那雙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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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是 洪永成 很友善 我和洪永成 一起 殘廁換褲 我沒有看到他 有多大多小 雙眼有多小 但是 我覺得他很有趣 我沒有想到 他會做drama 那時候 第一次見洪永成 當時他是做 走過風火大地的主持 近來看了兩部電影 一部電影 香港人在北京 網紅 另一部電影 看了大帥哥 大帥哥那套 演得不錯 我沒想到這個演員 可以這麼有彈性 那個人是nice的 洪永成 是不錯 那雙眼經常笑笑 而且他又很 很直 不過這樣說 他 那時候還沒有紅 他之後就紅 又做男主角 又成成 他那時候做普通主持 大家說話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避忌 但是他人都OK OK 叫做 愛恨分明 他不喜歡那些人 他會說他有什麼問題 這個OK 洪永成的人 另外 還有袁文傑 真的沒有一頂 洪永成 不是不是洪永成 袁文傑 那時候我在亞視做過 袁文傑 那個賽馬的 promotion的節目 有個女模特兒 教我走Catwalk 教我走Catwalk 其實這個哥哥真的沒有一頂 他又英俊 其實他跟古天樂 兩個都包了來做 年輕時的MV 他怎樣呢 他做過我都不記得了 這件事 我們在灣仔劉天橋 那個女模特兒教我走Catwalk 那個女模特兒就說 他教我怎樣 惡個頭 然後怎樣走 走完之後 袁文傑有份拍手掌 他說嗯 挺好 他一看就知道你是模特兒 其實我不是 當然 他那麼英俊 我那天穿了鞋子 我還矮了他半個頭 他真的高了六尺三寸 我不是說自己 他說完讚完我開心 我覺得這個人是一個演藝界前輩 他給了很多信心的後輩 他說 他做得好 他說我們玩而已 但是他叫做加巴追讚我 那些人 其實這個人真是nice 不得了 他人品好 他不會論識自己的讚美 別人說 傑哥真人高大英俊 又好聊 又是唱片友 什麼音樂都聽 聽話就很厲害 認識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 也是阿仙奴粉絲 跟他吹水 可以吹一晚 這個歌真的不得了 所以袁文杰也轉發這個留言 他說我沒有飛黃騰達 他說沒有試過大紅大子 但是一直下來 就累積了不少之音 他說能夠空氣中 網絡世界和憂同喜 他說我想這樣能夠繼續走下去 我自求我道 他說多謝post內各位留言 亦非全是提自己 但對自己來說 已經不能要求更多的鼓勵 感謝感謝 他就… 這些是你自己結的善緣 你根本人好 別人會說好話 難道你不好別人說不好嗎 那個人如果你不認識 一遍 racket 你們也不敢起這個你想起很難 但我剛好就武あiot 你要賺的時候 可以賺男人 這些是你們自己結的善緣 袁文杰是非常好 其實他演技不錯 那時候我看的《下流上車族》 當我當完經理 化了 美國想加強勁 很久沒有看過她的演出 另外讲讲其他的艺人,被人数,有些什么人呢? 越难越爱,越难越爱,他很小,他还没生嬰儿的时候,又是因为Flu,明仔就认识他 越难越爱,其实他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那时候还没生嬰儿的臉很肥 好像阿莎最Q的那时候,后来现在就变了第二个感觉,我记得香港人在北京说了他的对白 他说我不生嬰儿的,人家说生嬰儿的女人老十年,那句我经常笑他出声 很多观众可能不太会笑,不是啊,就是吴小姐刚刚出道的时候真的很有趣 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我挺喜欢看他演戏的,也OK的 挺好,其实他也挺有观众缘的,他演戏完整套都很好看,唱歌也挺好,不错不错 那两篇文章都说谭家依,谭家慈,好像真的这么大个鼻子吗 这个女孩很小的,不清楚,没有跟他做过事情,只能有人说他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那是不是张震我,爱我别走,是不是啊 爱我别走,是吧,爱我别走?不知道啊,那些粮球人,你刚谈的时候就和你一起煲烟吹水 不刚谈,那格子都像飞仔,这个又没做事不敢说 另外,男人最痛,男人最痛就是许智安,是不是啊?你以为我会踩许智安吗? 我告诉你,许智安这个人好得不得了 我又在无线,那时候拍这个叫肥田喜事 我其中一个有份打获她的那场戏 做胡幸二的表哥,四表哥,有四个表哥一起去打许智安 但许智安这个人,不是太坏了,对啊 黄森永那件事,他真是没得顶 他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他本身,他对着,我这些叫小朋友 他其实知道,我小时候听他的大 他整班武师就说,哥哥仔,你打他打他,你不要出脚踩啊 等下踩爆安哥一粒就糟糕了,这样说 然后整班都在笑,安哥自己也在笑 然后他很温柔地跟我说,不要听他们乱说 你行的,没问题的,我顶得顺 那些很温柔的,其实许智安这个人 只不过是,那件事坏了,我没办法在男人的角度插了几个东西 是的,那,加油啊,努力啊 那件事过去了,已经真的过去了,已经玩了另一件事 是的,那就行了,let it go,let it go 另外,花心是谁,花心 我只想到有首歌花心叫周华健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所以我这个 如果你猜到谁是花心,你就告诉我 《亡情浩》也是谁 《亡情浩》 哇,很熟悉,是不是有《亡情浩》这首歌 我不知道是谁 《玩火》就是《无启言》 《无启言》是没见过的 始终,他的头很大 《大天仪》 有人说《大天仪》很大的鼻 不是,《大天仪》的鼻子很小 《大天仪》我赚过他几云 是专业 有正义感 但是我都说那些艺人很 一时一时的 不是说每个都像袁文杰 都这么喜欢的 长期都 如果这期是这样 那期不是这样 你就会 可能觉得他 我遇见到《大天仪》的时候 他长期保持着专业 和很有正义感 为其他小演员发声 我觉得他的印是不错的 另外,《情深原浅》 《情深原浅》 《情深原浅》是不是王凯琴 王凯琴 我在红馆后台见过他 那时 因为有一队帮帮他们 全部人化妆 我进后台见过他 我只觉得他唱歌很好听 还有 那时他唱什么 《意爱难收》 我经常听他们做彩排 就是觉得他 真的 喜欢唱歌的人 那些人 重重複複地做同一件事 整天 整天都在那里难收 难收 收不起你问候 整天都在那里难收 那些人也没什么 但有人说他鼻子很大 鼻子大 是不是真的形容他本尊的鼻子 是不是形体上 我不觉得他很串 接触 那谁是竞舞Dancing Queen 那些人真的不知道 那些人真的不知道 对 江美仪 江美仪 他用代号 江美仪 江美仪 没有觉得他很普通人 他在尖东见过他一次 也是这样 戴着口罩行街 他想做个普通人 可能你在街上见到他 你不想 你想认他 见他叫他 但他不想理你那种 我上次见他也是这样 但我又不觉得他人很串 苏小小 苏小小是个KOL 接触就没接触过 他是我的朋友 你知道自己放上网的照片 就很正 那些朋友放上去的照片 就不会帮他P圖 有点出入 身材 差不多 但样子真的P过 就比较漂亮 人家铺的照片就没那么漂亮 知名就是 余文乐 余文乐 余文乐村 刚才有一件事 说 走过去找他合照 然后余文乐拒绝 然后说 那女儿跟他说 其实我觉得是艺人 然后有人回答 你哪位啊 哈哈哈 好肉酸啊 余文乐 这个人 我一向都觉得 这些人不能够太接近 没有啊 我小时候拍摄 他刚刚红 拍摄那套 《马龙特径》 我看见他 我不觉得他man 虽然他后期留了show 我觉得他整个小孩 觉得他什么都叫经理人 什么都叫助手 嗯 补啊 对他的印象是停留在二十岁的时候 后来他的样子都走了 但是你说大不大鼻 你自己看新闻都知道了 长颈鹿是谁啊 薛凯琪啊 嘿 那些 薛凯琪那些 有些情绪抑鬱的 别说他啦 是 他的状态都很重要 另外阿士副总裁是什么人来的 谁啊 林文龙啊 林文龙不是啊 我不知道他说是谁 难说 火鸡姐火鸡姐都没了 现在 是不是 还有没有出片啊 YouTube 有广告 有广告 这么厉害啊 不知道啊 我的朋友 我知道他住哪里 住大埔区 有些朋友做 做电讯商 整班都说他 真的 不要说人 但这些事情 就是网上的人说 另外一个叫游水溜 是谁啊 哦 方力生 方力生 这个人 我见过他多云 我又不觉得他有这么差 你说大鼻 他的鼻子很长 有些毛婆 那样 方力生 第一次 那时候毕业离 他做嘉宾 他很nice 他做事很nice 第二次见他 就拍了一套 叫浪霞 他做警察 我又做警察 他有空就聊聊天 我在打NDS 他问我打什么机 然后告诉他打什么机 他没有兴趣 嗯嗯嗯 但他也不是太 他不是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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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还可以的 方力生没什么 但还是看状态 宽洛今宵 就是古剧机 古剧机 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没有啊 在一厂见过了TV 但没什么交涉 就不敢说了 侄田 侄田 也去了泰国 长期离开香港 你听他说话 都知道 他艺术家脾气 愚蠢蠢的说话 他说最大鼻子的是 烈女 即是杨千华 嗯 不清楚 但也不停传 第二是野花 谁是野花 我只想起花姐 花姐 如果你说大鼻子 串了 就一定的 一向的格子 我觉得这个人很凉薄 但这个野花 是不是野花 那就不清楚了 娱乐圈 其实很多人都是 那一期 看看他有没有压力 状态如何 所以我又觉得 衰极也不是 不能够说什么 你不知道他那一期 因为那些人很跳 如果他长期都好 那些人真的好 袁文杰恭喜 马国明也是 马国明也是很好 我觉得他 这些都是好人 好人的样子 好像差不多 你不觉得马国明和袁文杰的样子 好像差不多 又是面长长臂直直 都是帥哥的样子 可以你们的 又帥哥 人品又不错 我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其他新闻 拜拜